出動競選總部主委林佳龍 以及前立法院長蘇嘉全等人 林敬儀前進嚴寬恆老地盤殺戮 社場啟動巷戰積極拉票 對手嚴寬恆這邊也不甘示弱 一個早上跑三個市場拼催票 藍綠雙方隔空較近一月 接近一月九號投票日火要餵遠農 因為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罪行民調 民進黨支持度在四大公投後 大幅增加5.5% 國民黨只有1.5% 綠牆藍弱就怕牽動補選結果 現在順序傳出連地下賭盤也翻盤 變成林敬儀讓票給嚴寬恆 揭露賭盤的資訊到利用這種言論 來影響投票結果 都是民進黨在操作 操作賭盤這件事 民進黨比國民黨有機會嗎 就好像顏寬恆先生說他資源不足一樣 全台灣的民眾都不會信 中央立委補選戰身及藍綠對決 顏寬恆更大膽炮轟林敬儀 就是民進黨的工具 從謝忻寧到陳柏惟到林敬儀醫師都是空降的 所要執行的都跟地方所有的這些需求完全不相干的 如果假設林敬儀醫師當選立委 他不過就是一個數字 就是蔡總統在立法院執行他命令的一個投票工具 選民當初也托付了陳柏惟委員 那請問一下顏寬恆先生你們七萬多票把他罷免下來 這是國民黨的旨意還是你的旨意 口水戰你來我往還不夠國民黨也召開記者會 公布林敬儀在過去立委任期 疑似對基層單位施壓發表影片 我對於不公不義的事情我絕對會非常的堅定 不要這樣子扮演一隻溫馴的綿羊 結果後面是吞刺國家資源的大野狼 太陽從東邊出來 這件事情不會是因為你講 你去指控說從西邊就會從西邊 面對過往曾經的食言風波林敬儀不迴避 也正面回擊僅要眼寬恨 環宇希望紅市場吳明葉白雲飛台中報導